同学他们其实应该零用钱也不多 他们还去买那些冷饮 还写personalized的字条 看了都非常感人 看着乘客安全上了最后一辆接驳巴士 陈锦华和同事的工作才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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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柏玉郎东和波纳维斯达的列车服务 因为故障停止六天 陈锦华和同事不分昼夜 引导乘客顺利搭上接驳巴士 控制人流 大概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差不多两个 早上第一步到下午差不多两点之间 第二步就会进来到最后一趟 我和几个同事都overwatch的operation 早上五点到凌晨一点 我有多一个同事就叫我回去休息几个小时再回来 不只是我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 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volunteer的 所以他们都是在office 一听到有这个消息大家都来 拜六礼拜也是 instead of spending time with family 他们真的是step forward 陈锦华说 刚开始时他们感到措舍不及 但不同机构的工作人员同心协力 让工作越来越顺利 第一天当然会比较混乱一点 第二天开始我们已经大概熟悉搭客的需要 我们也加了很多巴士 从差不多六十多两到八十多两 所以第二天开始就比较顺畅了 第三天大概已经知道要怎么样 diver那些passenger 就很快速的就可以把达克送到他们想去的 下个几个站 经过了六天的抢修 受影响的东西线在星期二早上 10月1号恢复运作 第一天受访的公众表示松了一口气 感觉很好 等了这么多天了 因为那个巴士很多人 然后你不要搭那个巴士 那个飞车巴士 你就要搭Grab Grab又很贵 他们在观察情况下 祝福所有事情都会好 通了大家都比较方便 不用这样子麻烦 转车那些还要什么 上个星期三 9月25号 一辆启用超过35年的地铁列车 在金文泰地铁站附近发生故障 在撤回列车回反乌鲁班丹车场时 地铁轴向脱落 导致一个转向驾车轮 在杜福站和金文泰站之间脱离轨道 损坏轨道 超过1.6公里长的轨道 因此出现34个裂痕和破损 另外三个转轨器损毁 供电的第三轨 电缆和倒轨夹也损坏 地铁轴向会脱落的原因有哪些 和地铁列车的年龄有没有关系 专家表示不一定 这一系列的这些损坏 其实是一个很低几率的一个问题的产生 就几乎就是一连串 导致到几乎至少三个列车的主要系统 受到影响 其实我们不是看这个列车 到底是35年或者是40年 因为其他国家 其实也有很多年龄比较大的列车 还在服务 替换现在的第一代 Kawasaki列车的过程已经启动了 而且我们也引进新的Bombardia的列车 准备在东西线服务 那在这期间所谓的这些旧的列车或者是其他的列车 都有这个所谓的标准 列车的这个服务标准 还有所谓的它的零件也要受到检查 然后合格才能够使用 故障影响超过210万乘客人次 这是有史以来 我国地铁列车服务局部中断 受影响乘客人次最多的一次 交通部长徐方达也向乘客致歉 大约800名维修人员日夜抢修 更换受损轨道和零件 为了减少乘客的不便 大约620名来自路交局 SMRT 新捷运和一塔通的工作人员 以及公共交通保安指挥处的警员 到现场维持秩序 主动帮助有需要的乘客 陈锦华说 乘客的高度配合和体量 给了他们一记强心针 其实不是大家都很生气地铁事故 他们还会看到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 所以也很体谅 这样我们才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特别是 其实那些同学 他们其实应该零用钱也不多 他们还去买那些冷饮 还写personalized的字条 看了都非常感人 所以同事看到这些都 哇 好像energy booster